高考结束后要填志愿 就得面对一个问题 到底是大学重要还是专业重要 先说个例子 我不知道吉林大学是不是一本 但是你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照工作的时候 吉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汽车专业 堪比清华大学、同济大学 当然吉林大学的分数线 肯定要比清华低很多了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说 我只要清华、北大的毕业生 绝大多数公司 一般是清华、北大家本行业老牌知名院校 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发 第一、想吃专业饭的人 专业很重要 第二、想吃百家饭 做万金油的 大学名企比专业重要 例如有些人 毕业后也没怎么用过 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那学校就很重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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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驾